渡仙门山门外 一朵白云载着几道身影 朝东飞驰 这朵白云飞得迅速且稳当 所选路径风景优美 无凶险恶地 驾云之人一看就是老 惊鲜了 渡仙门掌门亲自驾云赶往地府 并不断对身后这四人 介绍着有关地府之事 比如 如何快速地前往幽冥界 幽冥界与地府的关系 地府有什么禁忌之事 地府执掌六道轮回 因此乃万灵魂魄之归宿 并非等闲所在 不过 地府也算是洪荒中的一方势力 自然会给其他势力一些颜面 大多数时候 只要有人求过去 他们稍作推诿 收些好处 卖点人情 就会利用天道赋予的权柄 略微调整生灵轮回之事宜 所以你们不必担心 咱们渡仙门是实打实的人教道成 这份面皮自然也是有的 既无忧在前腹手而立 侃侃而谈 忘情上人在门内修行这么久的岁月 也是不知 掌门竟还有如此健谈的一面 其他事 忘情上人此刻也不能多说 只是在旁做出倾听的模样 而江灵心事重重 站在忘情上人身侧 眉目间带着几分忧色 依然是在暗自焦虑 既无忧缓缓缓说起地府之来历 又引申到了幽冥界的演化 李长寿 掌门您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 地府明明就只是上古之事 就听既无忧悠然道 说起这幽冥界从何而来 那就要讲那片血海 需从开天辟地时讲起了 李长寿 那没事了 李长寿的辈分最低 自然就站在这朵白云的最后方 听掌门越说越起劲 李长寿又经不住 扭头看了眼身旁三尺之外 与他并肩站着的 友情悬崖 道理他都懂 可为啥有毒会跟着他们 一起去幽冥界 他是跟地府阴司的哪位阎罗 判官有亲戚关系 还是能凭借出众的外貌 让此事降低些许难度 掌门这是怎么了 为何这么多迷惑行为 友情悬崖刚才过来时 身上还残留着 闭关悟道时的道运 明显是刚被掌门 临时喊了出来 似乎感受到李长寿的目光 正闭目凝神的 友情悬崖 睫毛轻颤 睁开双眼 他白皙的脖梗轻轻扭动 那双明亮的眼眸转了过来 带着一分茫然 二分好奇 三分柔情 四分清澈 与李长寿对视一眼 随后 他的视线就如被吓到了的右路 立刻朝着侧旁躲开 又留下四分羞涩 三分紧张 二分自恼 一分欢喜 嗯 有些症状 随着他闭关 明显加深了许多 李长寿心底苦笑了声 掌门该不会 想撮合他跟友毒师妹 作为金仙杰差点来的那一夜 三个当事人之一 友情玄雅是知道李长寿底细的 更见到过李长寿指导人露气的全过程 故此 李长寿也不能对友情玄雅完全漠视 而且说实话 李长寿用规矩处理过的模拟灵时 看了眼身旁 这位大妹子 友情玄雅气质出众 友陈于洛艳之容貌 窈窍轻盈之身姿 外形方面无可挑剔 尤其是他呈现后 仙灵气息环绕 自带柔光特效 他性格中的耿直虽然麻烦 但这其实也能算是优点 可男女之间这种事 又不是他长得美 自己就必须有好感的 虽然拿别人的外形 性格做比较不太妥当 但讲道理 自家亲师妹 比这位隔壁风上的师妹 也是不差的 想撮合两个人 谈何容易 在红爹这条路上 走得越深 了解得越多 李长寿就越觉得 词到无比复杂 自古花红配柳绿 无非痴男与怨女 春宵一刻值千金 千金散尽环复来 李长寿看了眼前方 自家掌门的背影 心底略微一叹 有秦玄雅一缕传声 钻入他耳中 说的却是 长寿师兄 近来可安好 嗯 尚可 李长寿含笑点头 传声回道 你修行如何了 稳固境界后 又有少许突破 有秦玄雅提到正事 瞬间恢复成了 平时那严肃的模样 详细地传声说着 如今 正体悟真灵不灭之理 遵太清无为之法 大概再有百年 应当能突破下一层境界 抵达真仙境中期 李长寿顿时含笑点头 你真棒三个字 差点脱口而出 有秦玄雅 轻轻拧了下嘴唇 又传声道 师兄近来修为 可有突破 李长寿笑了笑 略微摇头 要说突破 其实也是有的 只不过被自己 斩下去了 聊完了修为 两人之间顿时就没了话题 李长寿选择闭目养神 有秦玄雅 则时不时扭头看他一眼 他静静站在那 做他们一行五人的颜值担当 现如今 四海的局势越发恶劣了 仙云在东海之上 迅速穿梭而过 刚飞几万里 李长寿的仙石 就捕捉到了几处乱战之地 这几处海水中的对战 虽然规模都不大 但场面却十分血型 龙族与海族厮杀 海族中不同立场者互相厮杀 最倒霉的 还是那些无忧无虑 无灵制的海中生灵 这段时间 东海 南海之兵的凡人渔村 都是难得的大丰收 以前的时候 一往下去 能上来十几条鱼 就算不错 现在一往下去 经常拉不动 偶尔还能拉出一些 奇形怪状的大家伙 于是 海神庙的香火 更旺盛了些 杜仙门去地府办事小分队 横跃大半东海 忘情上人 总算主动开口 掌门 近来听闻 龙族似乎遭了劫难 麻烦不断 四海各处都有些不太平 既无忧缓缓点头 言道 这些与咱们杜仙门并无关联 不必担心 并无关联 李长寿心底一叹 实际上 这关联比九九诗书的罪恶都大 若一直看着这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 不去抬头 他们宛若 就是在话中静止了一般 此刻 杜仙门一行 要去东海之东 天柱之下 那里有最快前往幽明地府的路 洪荒三界 总体而言 就如一只 多层肉饼 五不周是主体 九重天阙立于五不周之上 幽明界依附于五不周之下 帝府游河而来 画自盘古三板斧 清气画天灼画地 浑浊自生九乌泉 血海翻涌幽明立 那有老祖约明和 左手原徒又阿比 效仿女娲造生灵 无奈神通不给力 大德后徒也轮回 明和乡祖遭天批 帝府因私自此起 血海半枯修罗气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 掌门继无忧驾云 带着李长寿他们 迅速飞过东海 见到了那宏伟无比 无边无际的天柱 静止去了天柱之下 幽明界埋于洪荒大地深处 大德后土眼花六道轮回之后 将幽明界全方位镇压 绝大多数进入幽明界的通路 都已被封住 最快去地府的路径 也是此时最广为人知的 地府通路 就是在东南西北四大天柱附近的 深海裂谷中 除此之外 还有地府鬼叉 进出五步洲 三千世界的路径 不过这些路径练气式不能擅闯 都有天道之力护持 五人飞到那宏伟天柱之前 看着下方海面出现的巨大漩涡 继无忧咳嗽了两声 用一抹鲜光将五人包裹 朝下方漩涡迅速坠去 穿过深海凤闯过熔岩湖 路过一处处凶恶之地 下沉不知几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路上还遇到了几波自地府回返的人族练气室 估计也是去送礼办事 这一路并无凶险 但凡真先进 其实都可自行闯过这些关卡 抵达一条被灰色雾气包裹的扬长小路 幽名路 李长寿怕自己突然顿悟 一路上不敢多看 多想 只是将这条路径系了下来 有秦玄雅传声问 师兄来过这里很多次吗 并未 李长寿笑道 我修道也不过数百年岁 还没来得及走太多地方 那 有秦玄雅一双妙目凝视着李长寿 朱唇不起 传声问询 语调十分自然 若以后有机会 师兄愿与玄雅一同四处走走看看吗 李长寿 这是 什么路说 突然表白 按他对有秦玄雅性格的十数次总结归纳 李长寿心底不由泛起了 这莫非是一句傀儡的荒唐念头 还好 有秦玄雅及时发现 他这般言说似乎有些失礼 脸蛋刷得变红 直接开口 有些慌乱地解释着 轻柔的嗓音在鲜光之内流转 长寿师兄 我不是那般意思 我对师兄并没有非分之想 只是想与师兄一同四处游历 增长见识 感悟修行 李长寿心底苦笑一声 没错了 确实是自己熟悉的有毒 前方三道目光投了过来 两男会心一笑 而本就有些心烦焦虑的江灵 此时不由轻轻皱眉 小灵鹅的境谍 这个对灵鹅的威胁度 似乎比小九大多了 怎么 小穷风这一代 关系这么复杂 江灵儿心底叹了口气 此时却也没多少心思管这些 牵挂着晚江雨之事 既无忧来过地府几次 倒是真的熟门熟路 在这阳长小路之上 既无忧左手向下按压 一缕缕纯净 阴冷的雾气 迅速汇聚而来 凝成了一朵灰云 拖住了五人的身形 随后 继续沿着阳长小路向前击飞 不过片刻 他们就飞出了这片 连绵不绝的迷雾 世界被一座 宏伟的黑色高山填满 这山的形状 就如一座石碑 其上都是坚固的黑石 上书三个血红色的凡夫大字 既无忧淡然道 忧明东 到了 李长寿暗自轻叹 此情此景 突然有种上被子宫焦 倒战的味道 还好掌门大人 没喊下一句上车请打卡 不然真不一定能低出点什么 就在李长寿的这句 指导人刚刚抵达幽冥界时 天庭 东天门前 守门的数千天兵 各自拄着长千里 道道目光 汇聚在不远处的云路上 那里有几名老者 正不断围着一名英俊的青年道者 说着什么 后者的眼神却十分坚定 一步步不断向前 少主啊 您还有天涯阁需要打理 何必来天庭做什么兵将 老夫人若知道了 该会多伤心吧 天庭有什么好的 您以后只要稳步就班修行 肯定能成长生道果 继承这份佳业啊 够了 便装一声清贺 抬头注视着 那雕刻着众多祥云的天门白玉柱 眼底带着星光 凯然道 我不要一成不变地修道人生 被安排好的道 并非是我的道 我的道就在我脚下 虚我一步步走出来 天庭 这里就有我的梦 几位老者顿时被这几句话震住 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劝说 便装脚下挪步 迅速到了天门之前 而听闻便装之言 那群天兵已是齐齐动容 这青年道者是何等自信的气概 何等高洁的先生追求 在天门之内的几位天将对视一眼 双目之中一阵放光 难道天庭要来一位人才了 正此时 一位老者经不住顿足长叹 少主哟 您那算啥子梦哟 便装双目之中 顿时满满的向往 凯然道 那位仙子就是我的梦 只有在这里 我才能找到自己的梦 您这梦可是几年 就换一次 咱们天涯阁那么多姑娘 少主您就没一个能成梦的吗 少主您说一句话 梦多少都有 还各种各样的 绝对不重复 这群天兵天将 齐齐额头挂满黑线 一名天将翻了个白眼 立刻对天门前的众天兵 暗中传声下令 却见 便装头都不回地 到了东天门之前 向前拱手 喊道 练气是便装 今日特来投奔天庭 滚 一群天兵齐声怒喝 抢下来 接着 雨 红感 练气 一群天兵 二群天兵 一群天兵 一群天兵